如若是遇上这样的男人那就嫁了吧 他叫清兵卫 是个建树高超的武士 但不问世事的他 却安于做着最简单的文职 不仅如此 他也从不参加工作后的应酬和其余活动 整日黄昏前就会回家 因此同僚们都戏称他为黄昏清兵卫 其实清兵卫这个人天生的苦命 都说不幸的人各有各的不幸 清兵卫早年丧妻 孤身一人带着两个女儿和年外的母亲生活 母亲老来神志算不上清楚 连清兵卫这个儿子都认不出 二女儿又年幼 因此清兵卫家的大事小事 基本都由她来料理 偶尔才会有个小跟班帮衬着 大女儿正式上学的年纪 平日里除了上课还要学习女工 这日大女儿学问清兵卫 学习女工将来可以做和服或语医 那读书又能学会什么呢 对此清兵卫回答道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 可是崇尚女子无才便是的 由此以来也可以看出 清兵卫不但质朴顾家 还是个颇有远见和思想开放之人 无奈家中既有老又有小 因此多年过去 清兵卫也没有再婚的意思 如今的京都动荡不安 常言斗乱使出英雄 清兵卫的发小阿泽深知清兵卫的能力 便想给他某个天皇宫殿的卫士 让他去京都大展拳脚 而心系家人的清兵卫却拒绝了 比起这些来 他更喜欢跟家人待在一起 尽管只是做耕田这样的小事 跟阿泽寒暄完后 清兵卫便回到了家中 就在这时 一阵悦耳的女声传了过来 眼前这个面容秀丽举止得体的女子名叫阿花 是阿泽的妹妹 两人自幼一同玩手 不过等到阿花年纪稍长的时候 因为男女有别 两人便断了来往 现如今阿花长成了 如此亭亭玉立的女子 倒让清兵卫都有些认不出了 要说这阿花也是蛮惨 原先嫁了个士族 本以为能过上衣食无忧的好日子 却不料丈夫是个家暴男 整日对柔弱的阿花拳打脚踢 阿泽不忍妹妹如此受欺负 费尽了关系才帮她离了婚 现如今两人一个离婚一个丧偶 多年未见再次相遇 分为道士有些别样的暧昧 一世间有些害羞的清兵卫 联邦把自己的脏袜子藏进了袖子里 然而阿花跟清兵卫一家 倒是相处得非常和谐 两个女儿都非常喜欢眼前这个漂亮的阿姨 就连清兵卫的母亲都对阿花有为亲戚 这个老人连自己儿子都认不清 竟然还记得阿花 于是阿花留下与清兵卫一家共计晚饭 吃饭时阿花还不忘跟清兵卫的女儿了 讲述自己和清兵卫儿时的故事 当阿花说到儿时 她从树上掉下来 清兵卫一把背起她就往医院跑的事情时 气氛不由地变了位 晚饭后 清兵卫望着跟女儿们快乐玩耍的阿花 心里更是五味杂陈 这个阿花可是她童年时期的女神 一个渴望而不可及的女人 说完以后阿花便娇羞地跑开 不管怎么清兵卫都是被了呢 然而就在这时 阿花发现自己的前妇 竟然待在她兄长阿泽的家里 而且喝得醉醺醺 对着阿泽就想动手 尽管有些害怕 但是看到兄长马上就要受难 阿花还是突然冲了过来 哪知这不要脸的前夫喝的路都走不稳了 但看见阿花就是一个大嘴巴子 这下清兵卫看不下去 上前就想给她点颜色瞧瞧 于是清兵卫打算代替阿泽 跟前夫进行五时间的对决 到了第二天八点 清兵卫拿着个小木棍 就赶往了相约的地点 对此前夫感到有为的不幸 如此网夫竟然也想跟她这个高手对决 可一站下来前夫就啪啪打了 她显然不是清兵卫的对手 要不是对方用的木棍 前夫早就一面呜呼了 但令清兵卫没想到的是 自己竟然一站成名了 隔日就有人来她家学人了 莫名而来 想跟清兵卫一较高下 然而清兵卫本就低调 自然是想都不想就推脱了 但这事还是在同僚中散播了出来 一时间清兵卫就从不起眼的小角色 变成了所谓的武林高手 而阿花自然也知道了这件事情 善良的姑娘特地跑来清兵卫的家中 为她洗衣打扫继而表示感谢 从那以后 阿花成了清兵卫家的长客 隔三差五便会来到清兵卫的家中 跟女儿们一同料理家事 或是教导女儿们读书女共 如此直白不过的嗜好 清兵卫也不是不知道 但她深知自己的身份地位 跟阿花有着云泥之饼 因此总是洋装看不见 就连阿泽都看不下去 她这装下的德行 直接直求出击 表示阿花就是想嫁你 哪知清兵卫纠结了半天 还是妥善地拒绝了 并表示这件事以后莫要再提了 从那以后 阿花便再也没来过清兵卫的家中 然而这天 从江湖传来了 番主病逝的消息 并且有传闻城中准备开战 原本清兵卫身份低微 这种上战场的事情 本没她啥事 但这天深夜 长兵卫却找到了她 上次清兵卫与阿花前夫一战的事情 传到了家老的耳朵里 而此时的家老又恰好试用人的时候 他需要一个厉害的武士 去解决掉一个名叫右尾门的刺头 此人所在的阵营战败 但却不愿剖腹自裁 并撂下狠话 表示若有本事就派人来取他性命 然而糟糕的是 前前后后家老派 去诸多剖腹盛名的武士统统战败了 于是便想到了清兵卫 表示如若他战胜 就许他升官发财 眨眼听过去似乎是个美差 但细想一番就会发现这是凶险万分 清兵卫前有小后游浪 本想拒绝却实在无法推脱 想到明日前去大敌时凶多吉少 清兵卫便想找到阿花再见最后一面 阿花乖巧地蹲在清兵卫面前 一丝不苟地为他整理仪装 数日未见 阿花和清兵卫间却仍旧这般和谐亲密 大敌马上就要出战 此刻的阿花跟清兵卫的氛围 颇有些生离死别的意味 清兵卫也主动提起了 阿泽替阿花与自己提亲的事情 然而实际上 清兵卫自打拒绝了阿泽后 便日日夜地都在思念阿花 这些发自肺腑的话 此刻终于从心底宣泄而出 清兵卫表示 如若这次出战取得胜利 回来以后他必然会升官 如此一来便会主动向阿花提亲 要说这事听起来还挺美滋滋 只可惜早在几日前 乙方的氏族向阿花提亲 阿花已经答应了 听到这里 清兵卫的心再度量了半截 果然只有氏族才能配得上阿花 恰好这是管家来报 清兵卫和阿花做了简单的告别 便起身离开了 等到了右卫门锁处的茅屋门口 检才停下脚步 此刻的门口正站着几名武士 在往里走 地上的尸首都有些腐臭了 然而清兵卫没有被眼前的一幕吓到 他毅然决然地朝着里面走去 只见右卫门坐在门旁 正喝着一壶小酒 他告诉清兵卫自己马上就要离开此处了 希望清兵卫放他一条生命 可作为一个武士 当逃兵显然是罪可耻的 但右卫门却不以为然 只是叫清兵卫坐下陪他喝点 原来这右卫门也是个苦命名 跟清兵卫一样 他的夫人也是得费劳而死的 只是他更不信 他连女儿都相继一同全 好在右卫门辅佐的大人 怜悯他的悲惨遭遇 帮他的妻儿办了个妥善的葬礼 讲到这里 清兵卫也不免有些难过 当初为了体面地为妻子举办葬礼 连家传的武士刀都被卖了去 现如今前来迎战 也只能带着小太刀而来 这原本只是自嘲 却不知右卫门突然气急 觉得清兵卫拿此雕虫小机来与他应战 简直是目中无人 前一秒还和和气气的两人 突然就扭打在了一起 看得出来清兵卫已经放水 他很想放右卫门一条生路 但人家好歹是个赫赫有名的武将 是可杀不可辱 硬生生的强撑着 最终右卫门倒下了 而清兵卫也负伤离开了 胜利归来的清兵卫赶往了家中 望着眼前的女儿和母亲 他只觉得人间值得 但令清兵卫没想到的是 阿花竟然也在 他没有离开 更没有嫁于旁人 两个有钱人兜兜转转了这么久 终于走在了一起 但很可惜 他们身处乱世 这份幸福只维持了短短三年 清兵卫就在一场战争中逝世了 好在有阿花在 他将两个女儿抚养成人 招到夫家 最终将自己也葬在了清兵卫的坟旁 苟全性命于乱世 奈何清兴卫家人 相逢相知甚不易 只守到老中卫气 起起伏伏的木色 满在淡淡的温情 人的一生不一定要伟大 一生一世一双人 足以